欢迎来到大黄蜂的冷启动训练课程 在以后的有些任务中 玩家可能会发现自己首先需要启动一架大黄蜂 虽然这可能如同手册中所述是个略号时的过程 但玩家可以通过自动开车程序完成冷启动 然而在本次课程中 我们将回顾完整的启动步骤 准备就绪后按空格开始 首先我们需要接通两个电瓶 这之后玩家就可以控制坐餐盖和发动机点火器 玩家同样会注意到仪表盘左下方的燃油发动机综合仪表IFI也会上电 通过鼠标右键点击电瓶开关 将它向上拨动到ON位置 大黄蜂配有两套起火探测电路 用于探测发动机APU以及引气系统的起火情况 在我们详细叙述前 检查机轮刹车的液压压强表 指示的读数是否不低于3000PSI 通过观察位于高量的起火检测开关左上方的仪表来确认 好了 现在把内置弹簧锁的火警测试开关向上拨至TEST A档位 并继续按住开关来测试A电路 把鼠标悬停在火警测试开关上 并按住鼠标右键 在它播放完所有的火警测试音频警告前 不要松开开关 除了音频警告外 你也会注意到仪表盘左上部分和右上部分的起火警告灯亮起 完成后按空格继续 我们现在会按照同样的步骤来测试B电路 A电路测试完毕 等待10秒钟 然后将鼠标悬停在火警测试开关上 并按住鼠标左键 来将开关拨至向下位置 也就是TEST B档位 按住开关 直到系统播放完所有的火灾警告音频信息 完成后按空格继续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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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做得很好,注意在iFeed的左上部分,你可以看见左侧和右侧发动机的RPM和TAMPS,这是我们启动发动机时所需的两组重要信息。 我们现在启动辅助动力系统,也就是APU,这是一个小型的自密封发动机,它可以带动引气系统,也能在发动机启动时转动发动机。 点击鼠标左键,将APU控制开关向上拨置ON档位。 当APU控制开关一侧的绿灯亮起时,点击鼠标右键,将发动机启动开关拨置标注了R字样的向右位置,这将让APU给涡轮启动器上电,ATS则会让机载附件驱动,也就是AMAD,转动右侧发动机内的扇页。 当IFI上显示的右侧发动机RPM达到20%后,按下右Shift加Home将右油门握把从Off档位推到Idle档位,之后给发动机燃烧适中,注入燃油并启动点火器。 当右侧发动机转速达到60%后,右侧发启动周期就完成了,右侧发电机会自动启动。 当右侧发转速达到60%后,看速度的速度。 当我们检测火灾警告系统的A和B电路时,我们也关闭了引气关断阀。 我们需要将引气旋钮顺时针旋转360度,从Norm档位转回Norm档位,来重新开启引气关断阀。 在旋钮的外缘,点击鼠标右键,来顺时针旋转旋钮。完成后,按控格继续。 当右发动机和发电机正常运转后,点击鼠标右键,将左侧和右侧的数字显示器,也就是DDI上的亮度选择旋钮,旋转到Day档位。 接下来将鼠标放在Hard标识亮度控制旋钮上,向前滚动鼠标滚来顺时针旋转旋钮。 看见左右侧DDI和Hard上的图像显示后,按控格继续。 在仪表盘中央下方的是多功能彩色显示器,也就是NPCD。 将鼠标旋停在电源和亮度控制旋钮上,向前滚动鼠标滚轮,将亮度旋钮调至最大。 给NPCD上电会花上一段时间。 看见NPCD上的图像显示后,按控格继续。 点击左侧DDI上的Menu按钮来调出Support页面。 知识页面中有许多诸如检查单、发动机、燃油、ADI和HSI的子页面。 就目前而言,让我们点击页面中的FCS按钮来选中飞行控制系统页。 FCS页面显示了控制面的状态和任何检测到的FCS故障。 这些X的标识代表检测到的故障。 但我们等到左方启动后,再来处理这些故障。 如果一切正常,在左侧DDI的底部应该不会显示数字2、英文字母R或者FEDEC警告信息。 注意,右侧DDI默认会显示BIT页面,我们稍后会做说明。 在本次课程和将来的课程中,你经常会看见主注意灯并听见警报音。 主注意灯是仪表盘上的一个相比其他按钮都稍大的黄色按钮。 它会在任何警告条件被触发时亮起。 主注意灯亮起时,会伴随有滴都滴都的警告音来引起飞行员注意。 按下N或点击主注意灯来解除警报并将它熄灭。 再次点击主注意灯来重新排列左侧DDI底部的警告和注意事项。 警告会沿着DDI下铺的顶端显示,而注意事项则是沿着底端用稍小的字号显示。 如果未开启左侧的DDI,那么警告和注意事项会显示在另一侧的DDI上,但它们默认会显示在左侧DDI上。 大黄蜂装备了惯性导航系统,也就是IN-S。 用鼠标右键点击传感性面板的IN-S开关,将它拨到Ground档位。 这会开始IN-S系统避免校准。 现在让我们来启动左侧发动机。 用鼠标左键点击发动机启动开关,将它拨向左侧,标注着L字号的位置。 当IT上显示的左侧发动机转速达到20%后,按下右Alternative加Home,将左侧油门握把从Off推到Idle位置。 这会将燃油注入发动机并启动点火器。 当左侧发动机转速达到60%后,按困扰继续。 在FCS页面上,我们可以看见许多X。 这些X代表FCS读数异常。 为了清除这些故障,按下并按住FCS Reset按钮。 机载供氧系统,简称All Box,位于左侧控制台的后部,将All Box开关向上拖置All 档位。 Ins开关左侧的是Radar开关。 点击鼠标右键,将它拖置Operating 档位。 不用担心,雷达会处于静默模式。 接下来我们将来进行飞行系统控制,一个是FCS的自检测。 在我们开始自检测前,按下F或鼠标右键点击金翼开关两次,将金翼向上拖动至Auto 档位。 现在我们会进行飞行控制系统的自检测。 自检测时,控制面会移动到转动极限来测试任何软件或机械故障。 首先,在右DDI的Beat 页面中,选择FCS Beat 子页面。 为了进行FCS自检测,我们需要同时进行两个开关。 将右侧舱壁的FCS Beat 开关向上按住的同时,点击右DDI上的FCS按键。 这样一来,你就能看见DDI上FCS页面中的控制面往复循环转动。 如果你看驾驶舱外,也能看见机翼和尾翼控制面移动。 当FCS机内自检测完成后,会幻影嘟嘟提示音。 此时需要你使用鼠标左键,点击经易开关。 把开关拨到中间的Half位置。 起飞时需要把精翼设置到Half位置。 成功后,将开关拨至Auto位置。 在Auto位置的组织行动, 开关拨至Auto位置。 这个隔开关拨至Auto位置。 在Auto位置中的CF和Auto位置。 在Auto位置中的CF和Auto位置中的CF和Auto位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对于起飞程序 我们需要把水平安定面向上配屏12度 按住Take Off配屏按键 操作完成后 你将注意到FCS页面上的Step数值变为12 Leading Edge Flaps Trailing Edge Flaps 以及Rudder的数值都应该为30 同时FCS页面不应该出现X 解锁被用ADI 把鼠标光标移到SAI上锁悬拧 然后转动鼠标滚轮 直到红色旗标消失 通过按左Control加C 或者把鼠标光标移动到座层盖控制开关上 然后点击并按住鼠标左键 来把开关保持在向下的Close位置 直到座层盖完全关闭 一旦座层盖关闭 按空格继续 此时 如MPCD上的HSI页面所示 幻性导航系统已经完成校准 鼠标右键点击INS开关 把它从Ground拨到Nav 在滑出前 点击左侧DDI上的Menu按钮 进入Tactical页面 在Tactical页面里 飞行员可以切换至各个子页面 SMS 攻击雷达 HUD 以及EW页面 在左侧DDI的Tactical页面上 点击HUD按钮 在DDI上显示HUD的内容 这个HUD的备份显示在低头 或者HUD故障时特别有用 现在我们来设置右DDI 点击右侧DDI上的Menu按钮 切换至Tactical页面 再次点击Menu按钮 切换至支持页面 在Support页面上 点击FCS按钮 当我们滑出几起飞时 左侧DDI将显示HUD页面 而右侧DDI将显示FCS页面 黄黑相间的刹车手柄 用于控制驻车刹车系统 手柄目前处于驻车位 通过逆时针旋转手柄45度 来释放刹车 这将解除手柄锁定 并使手柄回到水瓶收起位置 以上就是本次 这将解除手柄中处理 这是完全取消 这是最终的 这将解除手柄的 然后再切参加 突破猫状况 勇猫尊提出 我